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一年前,俄污戰爭當然已經在打 在去年四月的時候 俄軍已經佔了馬里烏波爾很多地方 有一個姐姐本來住在馬里烏波爾 當時在馬里烏波爾住的人 其實沒有辦法向歐洲撤退 絕對沒有辦法向歐洲撤退 因為根本向歐洲撤退的路 都是被俄軍轟炸的 當時這些烏克蘭人聽了俄羅斯當局的鼓勵 上了一路向東的火車 上了這些火車之後 就向東行駛了四百英里左右 行駛四百英里之後 去到西伯利亞的邊緣 去到日本海附近的一個沿海城鎮 沿海城鎮就叫做 納赫卡 納赫德卡 原名呢 這個地方其實是 我也要說 這個地方本來是中國人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叫南溝威 就是要加上一個河湖 南溝威這個地方是中國的地方 這個就是日本海的不動港 是俄羅斯聯邦 奔海邊疆區的第三大城市 那裏當然是有軍事設施 也有水產養殖之類的 距離海深威 這個叫做 弗拉迪玉斯托克 166公里 這個地方距離朝鮮就很近 俄羅斯的地方就來 阿拉斯加就近 去俄烏的前線 那 烏克蘭控制區那邊 其實由馬里烏波爾走 其實走不到 結果當時就有很多馬里烏波爾的人 就像這個阿姐那樣 就一路向東 四千公里 就去到 這個 就是 城鎮那裏 這個城鎮現在 我也要說 他們的人口也不是很多 就只剩下 十幾萬人 十幾萬人 這個南溝威 其實就是 我們中國人叫他的名字 就是 威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山谷不平 山路崎嶇的意思 那麼 攬就是 跟攬膠的攬字是一樣的 那麼 即是 即是去洗菜 就可以叫做攬 那麼 估計是 為什麼會叫做攬溝威呢 就是在那個地方就有一些 即是水坑那些東西 就可以去洗菜 所以叫做攬溝威 喏 這個地方 當然是 對於俄羅斯人來說 當然是很偏遠的 這些地方 就是 以前是沒有人敢去的 或者是沒有人肯去的 為什麼沒有人肯去呢 因為 說真的給人的感覺 這些地方都是 亞洲人的地方 他們就是俄羅斯人 那些是歐洲人來的 喏 那麼 他們 去了這些地方 當然 不確定性是很多的 什麼時候可以回到馬里烏波爾 是根本不知道的 那麼他們 走了過去俄羅斯之後 其實一上了火車 俄羅斯就幫他們 收了烏克蘭的護照 發了新的俄羅斯護照給他們 那麼 他們現在就是住在 納霍德卡 的旅館那裡 有很多人 現在住在那裡的人 很多人都不願意 說這些消息出來的 不願意分享他們 發生什麼事 有一部分的人就願意分享 適應得難的 在遠東地方 因為跟歐洲的地方 當然是不同的 那麼 部分的人 當然是說一些 溫和親俄的觀點 不會說反對這場戰爭的 那麼有些人 也對澤連斯基提出了 嚴厲的批評 有些人移了去 納霍德卡 地方的人 他們現在當然是掛著家裡的 現實就是家裡在馬里烏波爾 現在他去了 納霍德卡 其實是半個世界 走了半個世界 那麼 聯合國的估計是怎樣呢 就是過去一年有超過 280萬的 烏克蘭人 就在 俄羅斯 被戰火 有一部分人 就經過俄羅斯 就轉了去其他歐洲國家 有部分的人 其實都回去了 烏克蘭 國際法其實就 禁止強行轉移 人員 並且規定了一件事 就是敵對行為停止了 那些撤離人員 就馬上送他們回家 這些人道立場的事 當然 我到現在都認為是要做的 但是 如果這些人 留在馬里烏波爾的話 可能就已經 受到 很嚴重的傷害 到了納霍德卡 其實我的看法 他們更安全了 俄羅斯他們當然有試過 從歐洲 他們的地方 搬一些人 去遠東地區 但是 歷史上 從來都是失敗的 那些人覺得這些地方 根本是一些荒地 根本是 不想去的 他們那些人 很多人去到這些地方之後 他們都沒有辦法 落地生根 接著就會 搬回去 歐洲本部那邊 那些地方 當然 都是 基本上是霸中國的 這些地方本來是中國的 不過沒有辦法的 現在 歷史上 霸了我們的地方 但是 沒有辦法拿回 這些地方 我也接受了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拿回 也要多謝 一些網友 多謝 SAM CWS 多謝你的支持 多謝你 鄭德華就說 沒有打仗 有飯吃 OK啦 其實我也認為是 起碼 也不用受到 戰火的威脅 OK啦 在那裡的烏克蘭人 他們也說 不是 俄羅斯逼他們去那裡的 這些都要很公道去說 我不想 屈俄羅斯的 我也不想屈俄羅斯的 有些我們也覺得 要公道一點 其實俄羅斯 的遠東地區 那些資源很豐富的 其實就 那麼 之前他們 蘇聯時代都試過 搬一些人過去 其實一直都不行 那麼現在 俄羅斯聯邦 他們就 想了一條 一條 就是 用遠東地方 來容納那些 逃走了的 烏克蘭人 那麼 如果在烏克蘭的人 他同意 搬去俄羅斯遠東地區 那麼他會怎樣呢 就會給他錢 還有 就會給他房子住 還有 有俄羅斯公民身份 甚至 可能會給他 那麼 官方數據就說 就是海參威那裡 就是 芙拉迪玉斯托克 賓海邊疆區的生活成本 在俄羅斯就排第11位 其實他的生活成本 比博斯科和聖彼得堡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他們 那裡 不夠扭住 就是他起新樓的速度 是落後於俄羅斯全國的平均水平的 那麼 有些人呢 就去到 這個 新的地方 他們有部份是找到工的 有部份是找到工的 但是問題就是 租金太厲害了 當然也會想家庭 因為 瑪利烏波爾 其實是一個挺漂亮的地方 不過呢 說到底一家人都是要齊齊整整的 那麼 那些人呢 去了這些地方 都是整家人敢去的 不過呢 工作的比較難找一點 因為 其實 俄羅斯遠東地區 經濟又 不太好 記得走 那麼 俄羅斯呢 他就有給了一個安置條款 給這些 走爛的烏克蘭人 那麼 要求呢 就是那些烏克蘭人呢 就要在 這些邊疆區 就住最少三年 如果 如果他住不夠三年的話呢 他就要 還錢給俄羅斯政府 這樣子的 那麼其實 簽約參加這個幾年的 項目的烏克蘭人呢 有些人就說 這個就是 有些人說的 他們這些人就是一個 契約奴役的狀態 因為那三年的合約呢 令到他們 沒有辦法轉工 又沒有辦法回到烏克蘭的 那麼 他們 現在有沒有辦法回到烏克蘭呢 其實當然沒有 而且 這件事我也要講一講 有些 西方的人當然是看到 你俄羅斯這麼壞的 簽約三年約 但是如果你去問一下 俄裔烏克蘭人 想不想回到烏克蘭呢 那麼 他是不會回到烏克蘭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由 這個馬里烏波爾 走爛過去烏克蘭的人呢 以及換了 這個烏克蘭 PASSPORT做 俄羅斯PASSPORT的人呢 烏克蘭當局呢 他們會視這些人是罪犯來的 其實他們不能回到 烏克蘭的 其實 喏 他們那些人呢 是沒有辦法 冒險的 因為呢 就算他們有 這個烏克蘭護照 他們 即是回到烏克蘭的時候呢 烏克蘭當局呢 一定會問他 你這段時間去了哪裡 你去了俄羅斯呢 這樣就麻煩了 基本上可以說你是 通敵的 之後會有其他問題的 之後會有其他問題 那麼 很多人 即是搬了過去這些地方呢 都是說 以後都不想回到烏克蘭的了 即是去了這個 拉霍特卡的人 不會回到烏克蘭的 當然啦 烏克蘭他們 內部的人當然是覺得 這些走了去俄羅斯的人呢 就是跟俄羅斯合作 但是問題呢 現實就是 這些人都是 就是不想 一家人在戰爭那裏 被戰火波及的 那麼 在 烏克蘭他有個問題就是 他們很喜歡報復那些 烏姦的 其實他們是有問題的 這件事情就是 他們會認為 你走了過去俄羅斯 即是你是烏姦 烏姦就要報復一下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走不了 去西邊的 即是在馬里烏波爾的人 因為去西邊的路 就不安全 去 東邊俄羅斯的路就安全 那 根據烏克蘭的法律就是 公開否認 俄羅斯佔領烏克蘭地方的人 或者在烏克蘭協助過俄羅斯軍隊 甚至呼籲支持俄羅斯行動的人 就是烏姦 是通敵者 是會受到刑事的處分的 所以 真的是 大鋪領落 那麼 有一部分 走了過去俄羅斯的人 他們就沒有上交他們的烏克蘭護照 當然 過了之後 當然是說自己沒有烏克蘭護照 因為他們不會守身的 我猜他們是怎樣的呢 就是把本烏克蘭護照就收藏了 其實他們收藏在一些地方 又不會拿出來給俄羅斯當局的 只是申請俄羅斯的護照 索勝就跟他們說那些沒有護照 一定會這樣做的 這些是 人之常情 不要說 我也要說 不要說他們是烏姦 沒辦法 活命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他們那群人都很慘的 他們支持世界和平 在俄羅斯的情況 他又說是更加好的 起碼不會打仗 是更安靜一點 烏克蘭就一團糟 他只是不知道 這個烏克蘭政府做什麼 有些人是這麼說的 這些報道 你說你是不是看俄羅斯媒體 不是啊 在西方媒體那裡看回來的 這些是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說 他們為什麼會走過去俄羅斯 他們也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走不了去歐洲 你走去歐洲 你也要有一點點錢的 有些沒錢的人根本 沒辦法的 就是在瑪利烏波爾 就要躲在地下室那裡避難 然後整座城市 都被俄羅斯軍隊圍毀了 那麼 其實有一部分的人 他原來是想著殉國的 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 有一部分的人想著殉國的 想著在地下室那裡死去就算了 不過幸好 就是 女兒提醒了他人是求生的 就不是求生的 然後就全部走去俄羅斯的遠東地區 有些人當然是提議他們回去烏克蘭 他們當然是不敢的 他們當然是不敢的 因為 烏克蘭當局 有時候都是很過分的 做的事情 尤其是對那些 其實平民哪有選擇 你想想平民有什麼選擇 平民也沒有選擇的 現實就是 平民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你都說不行 不行我們一定要懲罰你 如果是真的大糟糕 說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威就說是佔領區被俄羅斯捉走 其實 根據西方媒體的報導 就不是這麼說的 有部分的人是自願走的 你說是不是全部都是自願走的 我不敢說 但是自願走的人也不少的 根據西方媒體的報導 我跟西方媒體說 你說 俄羅斯會不會捉了一些人 就是這麼說 一定有部分的人 就是被人捉了去俄羅斯 就是我認為 一定會有的 但是 那些人究竟 覺得不覺得 這樣有問題 我就認為 部分的人也不覺得 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部分的人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不用死嘛 起碼可以救回一條命 有回一條命在這裡嘛 你有命 之後才會有未來 如果沒有命的話 沒有未來的嘛 是不是 好了 鄭德華就是污仔真的很極端 其實他也沒有辦法 你也要明白 他真的差不多是亡國的 他不出這些 這樣的法規 也不可以的 在他們的角度 所以我就說 大家都要 多一點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 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 尤其是 烏克蘭他覺得 俄羅斯 對他很不好的嘛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 所以是 沒辦法的 那 河虎就說 如果不受俄的人 一個俄羅斯也不奇怪 其實有很多人本身是俄裔的 基本上是 他們說俄羅斯話的 俄裔的人其實不少的嘛 你也要明白 其實說真的 活命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事情都是 活命是最重要的 那麼 威就說 被捉去俄羅斯 中國佔領區開拓 可能更加淒慘 就是 這樣說吧 現在他們的情況 起碼不會 有 就是 這些炮彈炮擊 令到他沒有了條命 因為馬里乌波爾 其實 我認為之後會怎麼樣呢 之後 烏克蘭也想佔回馬里乌波爾 那麼 之前被俄羅斯 佔領的時候 已經被俄羅斯打了一招 那 打完一招之後 之後 烏克蘭去佔回 其實就打多一個地方一招 這個情況當然不理想 活命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活命最重要 就是 有些人當然不是這麼看的 就是 有些人一定會覺得 一定要犧牲 壯烈犧牲才是最好的 壯烈犧牲可能什麼都沒有了 只是我的看法而已 粗錢的看法 好了那算了 說到這裏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請到這裏 睡覺 說得好 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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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